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稣哥 有问题就找耶稣哥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关于庇护申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多朋友都涉及到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由第三国入境 这个庇护申请的问题 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 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说 由第三国入境能不能申请庇护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这个 因为现在也没办法 那你如果说不是执习亲属 不是绿卡或者是不是永久公民的话 也不是公民的话 那么你想进入美国 必须得由第三国待14天以上 你才能够入境 那么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由第三国入境 能不能申请庇护的问题 尤其是很多朋友在担心说 从加拿大呀或者什么地方来 能不能申请的问题 我当时其实 跟大家回答说 其实正常情况下是不用去担心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待会要详细的去分析 当然也有朋友把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翻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说的是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发出的法庭文件显示 在7月19日当天或之后 经第三国入境美国并递交政治庇护的人士 若无法递交其在第三国已申请证币并被拒的证明 则其入境美国之后递交的证币申请将会被拒 也就是说若申请人从中国先到加拿大 或者墨西哥等第三国再进入美国并申请证币 特朗普政府有传要求该申请人出示在第三国 曾经申请庇护并且被拒的证明文件 否则有传拒绝其证币申请 那么很多朋友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文件呢 就心里打鼓 哎呀那如果是我从第三国入境的话 那是不是说特朗普的政府 美国政府他要求我要出一个证明 说我在第三国比如说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进来了 然后呢 我在那边还递交的申请 然后被拒绝了 我才能够说在美国继续申请庇护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其实呢很多的规定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从解读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啊 因为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是 川普政府呢确实出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的目的呢 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从加拿大那边入境的 而是说从你比如说从那个 南部边境进来的啊 因为美国政府他也知道 从南部边境不管你是翻进来还是怎么进来的啊 不管是还是强闯进来的还是怎么进来的 反正从那边来的呃申请庇护的人是最多最多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集中在那里 所以呢他出台的一个政策 我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专门跟大家讲了 当时他那个政策出台的时候我就讲了 就是说呃如果是从墨西哥这一带进到美国来的 那么你在申请庇护在美国申请庇护之前 你必须得在你经由的这些国家来 不管你是经历了比如说维内瑞拉或者是什么 尼加拉瓦或者是一路然后再往往北走到美国这边来 那么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要在过来之前啊 如果说一一到美国开始申请庇护的话 他实际上美国政府他的这个新的规定是你必须得 至少你哪怕说在墨西哥你就得申请政治庇护 好像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之前那个墨西哥的新总统还不同意啊 说这个政策在刚刚这这不是干涉我们吗 干嘛一定要他们在我们这边申请庇护 当然这些难民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啊 墨西哥申请啊墨西哥毕竟也好不了多少对吧 所以呢这个扯皮扯到后来好像墨西哥总统好像又同意了啊 最后因为川普用这个经济威慑嘛 啊最后墨西哥好像是同意了同意了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就相当于说 如果你是从墨西哥这一块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 似乎你在申请庇护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 如果说你没有在啊墨西哥那边申请 啊然后也没有拿到拒绝的话 那你直接在美国这边申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反倒是从加拿大过来的一些朋友 其实我之前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 其实有一些朋友其实申请还算啊 一切顺利啊 美国政府美国的移民局这边已经接收了啊 这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也不会因为这个来刁拦你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呢 如果说你考虑到从第三国入境申请美国庇护的这个问题的话 尽量的不要走墨西哥这一块啊 因为本身来说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去选择从墨西哥 你比如说从第三国入境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泰国转台湾 台湾转日本 然后日本再转美国 对吧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或者是你在啊 从哪个地方转到加拿大 然后再转过来也是可以的啊 虽然说那个啊 有一些传的这个文件说从加拿大入境不行 但实际操作当中 我看到从加拿大过来的 申请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一点上大家不用担心啊 从加拿大那边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需要给大家了解的就是 如果说这个 他用第三国入境来卡大家的申请庇护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也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美国政府 他现在是强制要求所有入境美国的 非绿卡的 或者是非执席亲属的 美国公民的执席亲属的 或者是非美国公民的对吧 这样的一些人 所有的人进来到美国 尤其是从中国来的啊 都需要从第三国待14天以上 然后才能入境 这个政策一直没变 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这个政策 那你不可能说你出台这个政策 然后回头又说从第三国入境 你就不能够再申请庇护了对吧 那你这不是相当于说用两条 然后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给卡死了嘛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我作为中国公民 对吧 我想来美国 那那我首先我不得 我为了进入美国 对吧 那我必须得从第三国走 对吧 我在第三国要待满14天以上 然后我才能够飞到美国来 对吧 然后回头美国政府又说 好你在第三国呆了呃呆了 你在那边申请庇护了没有 呃你拿到拒绝信了没有 你如果有的话 我才能够接受你的政策申请 显然不可能有这种道理存在 对吧 如果说他真的用这个卡你 你反而可以去跟他理论这个问题 应该说美国政府其实还是非常讲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 大家真的不用去担心 但是呢 尽量的我提醒大家就是 不要走那个南部边境进来就行了 呃你从第三国中转 这个选择性很多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视频给大家讲 这个呃你可以包括从格鲁吉亚都可以 对吧 啊格鲁吉亚好像是从7月1号起 他们就已经开始要呃开放边境 然后呢 你拥有美签的话呢 你就可以呃在格鲁吉亚免 免签待90天啊 当然你知道待14天以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满足这个条件 你就可以从格鲁吉亚直接再飞到美国来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吧 所以其实选择很多 不一定一定要走那个美国的南部边境啊 这是我想跟大家提醒的啊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就是啊 在处理这个整个流程的时候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在如果说你真的呃 是从第三国入境的话 尽量的一定要讲清楚啊 也就是而且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理由 在这个程式书里面要写清楚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记录呃怎么说呢 人家移民局他你不说他其实都查得出来这个资料 对吧 你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入境的记录 对吧 你的这个整个所有东西其实都都是板上钉钉的 你没有必要为这个担心 然后呢说我我我是不是应该啊不说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 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 不用担心啊 美国政府会以这个问题来刁难你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为了担心一个不存在的担心 然后呢去搞一些这种假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反而是不好的 这个这个就代表你撒谎了 对吧 就是你错了 对不对 这个相当于说 如果说他发现你这有一点点问题 那他随时都可以 他他即使说真的接收了你的这个申请书 但是他有可能随时会拒绝掉你的这个申请的case 对吧 因为他就觉得你撒谎了或者什么样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首先注意到一点啊 不要从栏目边境进 第二个呢 自己在写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按照实际的情况 把自己的整个事情解释清楚 写清楚 相信美国政府其实是最讲道理的 吧